第四圈按照两个短针一个加针为一组 一共勾六组 那这个方法呢和第三圈方法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里是勾两个短针一个加针了 好那看一下 首先勾一个辫子做一起的针 取下第一针交扣 穿到第一针里勾一个短针 然后下一针勾第二个短针 下一针勾短针加针 好穿过去先勾一个短针 同一针再勾一个短针 这样我们就勾好了 两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 这是第一组 会了一组之后后面就是重复这样的方法了 一共勾六组 那接下来勾第二组 下一针里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勾第二个短针 下一针勾短针加针 好穿过去先勾一个短针 同一针再勾一个短针 接下来第三组 下一个一个短针 接下来第二针 下一个勾加针 先勾一个 然后再勾一个 接下来第四组 一个短针 第二针 然后短针加针 那接下来第五组 一个短针 第二针 下一针勾短针加针 好接下来第六组到最后一组了 大家在勾之像这款不掉线完好的时候呢 我们勾之的时候不要勾得太松了 不然你勾得松的情况下 可能它这个孔眼会偏大 这样再去填充棉花的时候呢 你从这个外观上就能看到里面的棉花 这样效果就不是特别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 我做好之后的这个效果 像这样就可以了 那勾针的时候 这个松紧一定要掌握好 新手在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这个勾的时候松紧 该怎么样去控制 我不懂这个问题 我这里呢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里你看一下 勾针上带的这个线圈呢 就是你接下来勾的这个 针目的一个大小 然后你看像这样一个大小 我们在勾短针的时候 看一下 这样勾一个短针 你看它之间的距离 不会有很大的一个空隙 很大的孔 对不对 这样就可以 如果说你勾针上带的线圈 像这样带的有点大 我这里就是举例 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你再去勾这个织目的时候呢 你看 这里它会不会比其他的地方 孔眼要大呀 然后你再去填充棉花 充这个形状 那它就会容易直接看到里面的棉花 这样效果就不太好了 所以你在勾的过程中呢 自己仔细的看一下 我们勾针的时候 要把这个形状呢给它勾好 就要多练习一下了 然后勾的时候也不用非常紧 有的朋友说 我勾的给它很紧 让它这个避免能看出这棉花 你勾的太紧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线 在勾的时候就会很难带过来 这样就是勾的非常紧了 我们在勾的时候呢 勾针是可以自由的去给它带线 勾之出来的 也不会很费劲的 要多练习一下这个方法 那接下来勾最后一组了 两个短针一个加针 那你看 穿到下一针里这样 勾一个短针 下一个第二针 最后一针里勾短针加针 好 这样传针进去勾线出来 一个短针 还是这针 再勾一个短针 你看这样线是很自如的 这样勾过来了 然后在最后一针上挂上校扣 好 这一圈勾完和第一针连接 给它拉紧 好 接下来勾 我们第四圈勾完呢 一共有24针 那接下来的五六七八 这几圈呢 每一圈都是24针 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的勾法 在每一针里勾一个短针 每一针里勾一个短针 这样勾完四圈就可以了 五六七八这几圈 好 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第五圈的勾法 后面因为都是重复的 我们看一下 首先呢 勾一个辫子 作为短针级一针 取下第一针校扣 穿到第一针里 勾一个短针 第一针上挂上校扣 我们像这样 每一针里勾一个短针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下一针 第二个短针 下一个 第三针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 二 二 三 到七 最后交扣 第二十四针 好 这样第五圈 我们全部勾完了 就是每一针里勾一个短针 这个勾着的方法比较简单 穿到第一针里 然后绕线勾出 勾引把针连接拉紧 那接下来的六七八和第五圈勾法一模一样 第五圈我全部给大家演示过了 大家呢 就自行把接下来重复部分勾完 因为重复的部分就不需要再重复演示 好 我们这样自行的勾好 完成第八圈之后 再看一下第九圈的这个奖劫 现在第八圈呢 我已经勾到结尾 然后到这里呢 我有遇到一个接头 刚好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接线的方法 关于现在接头情况呢 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 也是不可避免的 是现在的一个特点 那如果说你遇到接头情况 我们就用接线方法 接线再进去勾置就可以了 新手在第一次进入勾置的时候 遇到这个打击的接头呢 会很不理解 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跟着想解的方法 一样勾置就可以 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的 那我们看一下 遇到接头情况呢 我们就将这个接头位置 给它这样剪掉 剪掉之后呢 那我们就把这个线 给它先放到一边 那大家看一下 这个时候你这个线呢 像这样 如果说比较短的情况下 那就给它拆回来 给它留长一点 够你手指挂线的 那基本上这个长度就差不多了 然后这个像这个花色的颜色 在勾置的时候 它本身就是一个花色 这样凌乱的 所以我们就这样直接勾就可以了 好 没有关系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方法 把它放到这里 我们还是这样 左手挂线 那我们看一下短针接线的方法 勾针穿到这个下一针里 然后绕线 那勾出来 勾针上有两线圈 对吧 我们按住前面的这个线 将这个线呢 给它放到一边 拿出后面你需要接的线 右手先拿好 然后左手挂线 大拇指和中指 捏着这根线 把这个线呢 递到勾针的后面 这样用中指 给它贴在这个位置 捏着拿好 然后勾针再这样 绕线 从这两个线圈里 把线勾出来 这样就把这个线 给它这样接过来了 好 这样进行编织 勾完之后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针形 有一点松 这样长的话 可以把这个 最开始方向的这个线呢 给它这样拉一下 调整一下这个针目的高度 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这两个线头看一下 顺着我们勾的方向 勾到这边对吧 给它拿好 像这样拿 勾的时候可以给它 并够边藏线 那我们再这样继续勾针 下一针里 再这样勾短针 勾的时候 你看一下 勾针这样穿过针目 线头要给它 放在勾针的上面 这样你看在绕线 勾的时候 它就被藏在 这个纹路里面了 这样就完成了藏线 藏个六七针 八九针左右 就可以剪掉了 只要藏牢固就可以 这个就是我们学习到 这个短针接线方法 并且像我们这个 玩偶呢 你勾的时候 用完一团线了 然后下一团 也是用这个接线方法 那这个方法是一样的 后面就不需要 再重复演示了 都是用这个方法的 然后取下最后这个交扣 穿到这一针里 勾短针 这样第八圈的 二四针呢 就勾完了 和第一针连接 穿到第一针里 然后线勾出 勾引把针连接拉紧 然后这个线头呢 我就给它剪掉了 已经藏好了 就这样你看 放在里面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线拖回来 好 那现在我们勾好了八圈 数圈数的时候看一下 从最上面的这线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样就是八圈 那接下来我们勾之第九圈 按照顺序进行勾之 先勾前面三个短针 这里呢 有这个逗号分开 那我们就先勾三个短针就可以了 首先勾一个辫子 做一起的针 取下第一针俏扣 看到第一针里 勾一个短针 挂上俏扣 下一针勾第二个短针 下一针第三针 三个短针勾完之后呢 然后接着我们按照 一个短针加针 一个短针这样为一组 先勾四组 那你勾的时候 这个组数自己要记得 我们先勾第一组 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 一个短针 那勾针先穿到下一针里 我们是先勾短针加针好 这样勾线出来 一个短针 同一针 再勾一个短针 这是短针加针 然后下一针里 勾一个短针 那这个时候大家看一下 这样我们就勾好了 一个短针加针 一个短针 这是第一组 按照这样的方法 连着勾四组 接着勾第二组 下一针里穿过去 先勾一个短针 同一针 再勾一个短针 然后下一针里勾一个短针 接着第三组 下一针 先勾一个短针 同一针 再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里勾一个短针 接着第四组 下一针先勾一个短针 同一针 再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里勾一个短针 勾完之后 你自己可以检查一下 由最开始的是先勾了 一二三三个短针 然后接着就是勾 短针加针短针 它加针的 你从表面的纹路就可以看到 这里的这个针数 这个线 就在这一个位置是出了两针的 它比别的地方要多 形状上也可以看出来 这就是一个短针加针 一个短针第一组 短针加针 短针第二组 短针加针 短针第三组 短针加针 短针第四组 这样去检查 这样四组就勾好了 接着我们再按照一个短针 一个加针为一组 一共勾五组 按照顺序勾针 先勾第一组 下一针里勾一个短针 下一针勾短针加针 好 先勾一个 同一针 再勾一个 这就是一个短针 一个短针加针的第一组了 重复这样的方法 好 把这个五组勾完 那接着第二组 下一针 一个短针 下一针勾加针 第三组 一个短针 然后短针加针 第四组 一个短针 短针加针 第五组 一个短针 短针加针 好 这样这五组 那我们勾完了 然后按照顺序呢 最后是剩三个短针的 你看这里刚好是剩三个针 这样就对的 如果说你剩的针数都对不上 那就是勾的过程中 哪里出错了 要给它检查一下 拆后来重新检查一下 第二针 最后一针取下记号扣 第三针 这样这个第九圈 一圈呢 我们就勾完了 这一圈勾完之后呢 它就是 暴力熊的脸部 它就会形成这样 多出来这一点 然后图出来这一块 然后接着和第一针连接 穿到第一针里 要先勾出 勾引把针连接 然后拉紧 那接下来勾第十圈 还是先勾三个短针 首先勾一个变子 一起的针 第一针里 勾一个短针 挂上记号扣 下一针勾第二个短针 下一针第三针 三个短针勾完之后呢 记得按照一个加针 两个短针为一组 我们先勾四组 一路来到 一路来到 张针 一路来到 我们先勾三针